亲爱的们,你们好了,今天小便来跟朋友们准时见面了 沙漠给人最多的印象就是干燥和酷热 人类在沙漠很难生存,因为缺少足够的水源 但沙漠的美丽仍吸引着众多探险者 每年都有很多人试图穿越沙漠 想看看沙漠深处有什么,拍下更美的沙丘照片 但沙漠是很危险的地方 不仅有可怕的沙漠狼群和毒蛇 还有随时可能取人性命的风暴 因此每年都会有人在沙漠迷路并丧命 如果在沙漠迷路了该怎么办 走直线是很难走出沙漠的 听听小编的建议吧 为什么走直线不能出沙漠呢 我们都知道沙漠上的参照物很少 如果不能足够了解路况 那么人在没有任何标志的情况下会绕圈 这是因为人的左右腿长短不同 肌肉量也不一样 习惯用右手的人右脚更强壮 外的步子大 所以会一直绕圈 如果迷路了 首先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慌张也不能害怕 一旦失去判断能力 生还的希望就很小了 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如果是一对人一起行动的话 恐惧会蔓延并成被扩大 这样很容易全军覆没 其次要保存体力 不可盲目的到处走动 大量消耗体力是很容易患上脱水症的 在沙漠中根本无法及时救治 很容易死亡 因此要找到足够必分沙和阳光的地方 适当休息 补充食物和水分 因为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的 在休息时重新检查自己规划的路线 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找到回去的正确道路 在这期间不要放弃对外界的球员 要一直发送求救信号 父亲可能有救助站会感染失救 如果只能真失效 要根据沙漠植物和太阳位置来定位方向 增加搜出沙漠 或者找到绿洲的几率 小伙伴们认为 还要做哪些事情可以得救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